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1年1月20日 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我家产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来到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二台正向部三台沙冷气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好了,大家如果近期是买了新车的 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咦?出车出得很慢啊 迟迟都没有车出到的 这样说 其实这个现象不单止是在香港 其实是全球性的问题 今天呢,在昨天呢 其实已经有一个销 近一个月,踏入2021年那时 其实已经开始全球的汽车业开始减产 而在昨天更加发出一个消息 是很多人害怕的消息 就是这个大众汽车 Volkswagen 里面的Audi系列 甚至宣称就是说我们决定要关厂 解散一万名员工 而且各方面都要减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其实原来不单是Audi的 比如说是广州的厂 差点讲中国的港车 位于讲 General Motor 通用汽车厂 Honda 是全球的 是全球的厂 不单是欧洲的 日本的Honda Toyota Nissan 还有Ford 通用 等等全部的汽车厂至少减产 20%至40% 甚至有些厂与我们也有关 广汽和丰田合作的广汽丰田 早前都试过停产几天 就是因为不够晶片 不够晶片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几方面的 第一就是因为大流行 就令到它减产 令到汽车减产 令到汽车减产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汽车 都是需要晶片 但是 即使现在很多人在同景Tesla 特斯拉 就说要推出来 很多汽车厂都说要用环保车 但是实际上 传统汽车 我现在是说传统汽车业 所用仍然占很大的市场 在大流行之前 Tesla Tesla 未占据到一部分 现在的市场之前 最低峰 最顶峰的时候 全球一年是要卖到8000元的汽车 即使是现在 2020年大流行 都是6680元的 但是由于就是少了 这6680元的汽车 少了差不多千多万架车 它们对于晶片的需求 就减少了 晶片厂以台积电来说 它们全部减少了 但是其实台积电 它基本上自己都没有减少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原来是5G的问题 所谓5G的问题 就是这种新型的手机 它需要一个半导体 是正常手机的4G手机 多40% 所以它就投放了大量 到iPhone 12 等等5G的手机的生产上 而其实它们是喜欢 可以做这些晶片手机 多于它做汽车 为什么呢? 因为晶片手机 一年是可以给它们 有10亿 赚 至少10亿 做汽车 你做汽车是不赚得那么多的 而且是赚的 所以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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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它们 投放了大量的 台积电等等的公司 投放了大量的 在这些晶片手机 那里 结果你突然间 又要谷回上去了 现在那个经济活动 慢慢开了 竟然就变成功不应求 所以搞到现在很大 刚刚就说 全世界各地 甚至日本 自己本土 Toyota和Honda 都说要减产20-40%的产能 那是很正常的 因为现在 你每部车里面 都有一些 就是hifi chips 那些 有很多不同的chips 就是 那早前 其实 都应该是11月的时候 11月的时候 在日本就有间 那些晶片厂 叫做AKM 那直接是 烧到塌了 那家店 那么大 是啊 是啊 烧了三天 哇 那其实那家店 烧完之后 那些做hifi的那些人 已经说 今年的hifi一定会缺货 尤其是那些专业的DAC 或者ADC chips 那些chips 那些chips呢 在汽车的 机头里面都会有 那么 所以就 现在还没处理好 现在是非常麻烦 还有 它是还有做 就是这家公司 还有做一些 就是车载都会用的 就是那些通讯晶片 嗯 那么 烧了三天之后 很麻烦了 那么 到现在都没搞定 在那个地方 就叫做 延江市 就在九州 那 那那家厂要多久才修改好呢 我相信都要有些时间了 就是 现在应该都没恢复生产 嗯 嗯 所以可以解释到 为什麽 日本本土Honda厂 是要 说要减产四千架汽车 就是 其实 变相影响了Arco 和Civic 那些全部都出了 而另一样东西 为什麽会搞成这样呢 其实就是 跟阿钦自己造成有关 他自己就 为了 政治利益 就去 亂禁中国的东西 甚至 禁中心 结果由于禁中心 他们那些货出不了 那 那 供应不到去全世界 所以 现在全世界都 都搞到很头痕的 那 不过其实 啊 这一个 这个市场 就是 随着你汽车 越来越复杂 需要芯片的市场 很多人估计 其实是到了2022年 啊 就是 因为你 因为你越来越向 这个叫做 Hybrid 是需要 用那些晶片去计算 它 它会越 汽车 电子业 就会变成 汽车 这个半导体 的 最大的市场 应该 可以最快速上升的市场 应该到2022年呢 就会 就会是这样的 晶片行业的总收入 的12% 那 因为你们 譬如说 你Hybrid 是需要 用那些晶片去计算 它 出油的量 电能 等等 所以会越来越复杂 那现在当然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说的 AKM 那间床 中国会 中国那个中心 那个 减产 其实 我认为 反而是 那个影响是比较少的 嗯 现在 那间AKM 它还做了一件事 叫做TCXO 那TCXO 英文名 叫做Temperature Compensated Crystal Oscillator 那很多车载的 电子 都会 要用这粒 元件的 那现在这粒元件呢 就全球都非常缺 那就麻烦了 是啊 是非常麻烦 这粒东西很便宜的 就是这粒东西是 讲的是几十元一粒而已 但是 全球都缺 就是 只是这间日本厂会做 不是不是 就是主要做的 因为它佔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台湾都有做 就是 新西兰都有做的 这只TCXO 但是 那个问题就是 除了这个TCXO 还有些 其他Oscillator 现在那个 Lead Time 要12个月 之前呢 就不用的 之前你订 基本上 3个月一定有 一定的货去到你那里 现在是要12个月 之前呢 就是 火烧了之后 最初告诉别人 就是说 6个月搞得了 现在 当然 已经2个月过去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个问题在哪里 大概是要 12个月左右 那实际的情况就是 那个 短缺的情况是 不会那么快 所以 你看到现在 台湾 日本 所有做晶片的公司 全部的价钱都 都起了 是白板声的 那当然 中国的那些 都有可能会起 现在 有一部分 股票 就是和这个晶片业有关的 都是起了的 就是在国内 但是 南韩 台湾 日本是升得最夸张 是 那 都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因为这样 其实是雪上加霜的 对现在这个经济情况 很明显会是 这样搞法 因为已经是 大量 它已经 单单奥迪厂 已经说 要裁一万人 就是叫你们去拿 保护 其实都挺头痛的 听到都是 那现在据说 东欧 就是 就是 德国车厂 是的 斯洛伐克那些厂 都快要宣告停产了 搞不定 那 这个Honda 在英国的厂 甚至说 都是要接近停的 就是现在是要减产 减得很重要 这些没办法 其实就是 因为 因为现在那些生意 很多做这些晶片那些 是集中了 一间商店就做 就专做一样 那 其实你专做一样的时候 比如有意外 好像日本那间商店 一火烧 烧完之后 那它做开那些晶片 就缺了 现在就 说一样东西 就是说 它会拿它那些设计图 给别人帮它做 但是现在是没有人 能够帮它做 其实是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 市场上面就没有这样的 产能在那里 可以帮它做 是 因为美国呢 其实都有自己的厂 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它 但是它 是未能够 即刻扩充到 比如说 Microelectronics Global Founders Foundries A.S.E. Technology 这些这样的厂 它们是不够快 即是好像初期 大流行之前初期 你要转型去做洗手液 要转型做口罩 你是需要时间去扩充 去扩充的厂房 但是不是你说 抗充改就改的 这些事情是 它是需要时间去做 而这个Time Lap 是令到它们 一副都是 现在这个TCXO 那个短缺 没有那么快解决得到 就是台湾都有做的 但是 要很长时间 因为本身这一件事 那个产能 就是用尽的 基本上 产多少用多少 全世界 那你有一家厂 没有了 之后那个市场 就很容易失衡 就是有 你说中国做不做到 中国都做到 但是 也都是一个问题 就是 中国的产量很少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中国产量一少的话 全世界都受严重的影响 其实中国就是一个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从来都是一个救世主 近几年 很低调的救世主 很低调的救世主 为什么呢 就是只要一样东西 中国可以生产 那样东西就会很便宜 而且一定 一定是会 全世界都够用的 那问题就是 当一样东西是 中国不产的时候 那就大件事了 就是你只得台湾地区产 就是不够的 台湾地区产 根本没办法供应全世界 这个是没办法的 就是这个TCXO 就用很多东西的 又会GPS又会用 很多东西都会用这些东西的 包括5G基站都会用得到 是 那听到这里 就是中国虽然是救世主 但是总是经常被人抹黑 整个口罩 又被人说 那些口罩不合规格 在那里吵了 一些简单的东西 那其实 所有东西是相关年代的 因为除了你汽车业不够 大家如果留意一下 苹果也都在那里吵 是说我们的iPhone12 是不够chips用的 甚至到大家如果说 是时候应该想买 一部PlayStation5 也是不行的 就是拿不到货 所有东西是一条 产业链年代的关系 因为昨天你说的那几样东西 全部都会有那些DAC ADC chips在里面 那间日本製厂烧了 影响是很大的 其实中国做得到 中国做得到的话 问题不大 现在就是中国又被人捏着脖子 是的 即使中国说 愿意去接这间厂 我相信 都会有些政治力量 不让它这样做 都没顶 就是实际上是很麻烦 而且都是需要时间 就是预计这个情况 至少会持续半年 至少 那我们要一路等 看看怎么样搞 那边商其实是对经济会造成打击的 就是没有人猜到会搞成这样 是的 还有就是有些东西搬了去台积电做 就是中心搬了去台积电 有些公司 本来那些晶片 那这个问题又是很严重 因为台积电呢 根本就是做不及的 现在 台积电股价昨天才上升了3% 噢 噢 噢 就是它除了订单 就是中心没得做 要给台积电做之外 还有日本仔创销了 这个日本仔创销了 六个月都没搞得到 现在估计就是 起码要12个月才搞得到 就是它做开那些东西 是 它说可以找外面的厂帮去做 其实就没可能了 台积电已经 那其他日本仔公司 它有自己其他东西做 那哪里会有 哪里会有其他剩余的产能 剩余的产能就是中心 但是它又不可以叫中心帮它做 不行 是不是 那不可以找中国 那没办法了 这个是没办法的 就是 害人中害己 现在 不过也有个好处的 其实 你的东西缺呢 就会贵 那个价钱可以卖贵一点 那会 就是现在这么说 你现在的东西卖贵一点 其实又不是坏事 又不是吃得完 只不过是 满足不了市场而已 是的 所以都是那句 现在说要买新车 那些说要买什么PlayStation 那些买一部新iPhone 5G手机 大家就要耐心等一等 真的没人猜到 屋楼兼逢连夜雨了 那好吧 我们这节说到这里 待下回来再说其他话题 多谢大家